为了统合嘉义县未来教育方向 嘉义县府办理校长会议 集结国中小高中近180位校长 嘉义县府希望推动教育转型 探索教育多样性 同时约与蒙特梭利教育基金会 签署合作意愿书 期望在嘉义县推动蒙特梭利 公共化实验教育 透过这个校长会议 我们希望能够统合 这个嘉义县未来的教育方向 那进而赋予他们相对的任务 那今天也特别请蒙特梭利 那来这边做整个教学关联的分享 来及国小校长也指出 蒙特梭利教育理念 有助学生独立探索自我激发等 对原乡学校帮助较大的是 混邻教学辅助 更能达到视性发展 英才视教 针对我们比较原民 三区的孩子来讲 未来我觉得可行的 就是很期待的 就是除了他的推广办学之外 在混邻教学这一块的一个辅助 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忙 嘉义县府希望 透过与各校校长合作 推动蒙特梭利的教学模式 让教育不只是学习跟考试 也能培养孩子思辨能力 引导孩子找到自己的出路 原的新闻那么我嘉义太保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